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齐聪 今天我相信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面子书都被同一个视频洗版 我这样讲 大家应该大概已经猜到了 就是一个在霹雳州有一间 华中 他的 女厕所 上演了这个黑暗荣耀的一幕 就是这个校园霸凌 然后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 有一个女生 被 几个学姐 排队轮流打巴掌的那种 这个视频就被放上了网 而且每一个人的脸孔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那种 这个新闻 他就在这个网上马上炸开了锅 就是 让我们华人社会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这种 只可以在韩国的电视区可以看到的剧情 现在正在马来西亚上演 而且就在我们华人社会上演 所以我看到网上有人调侃 就说 这间学校可以把 这个女生的发型管到很严 但是却 始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调侃也是蛮好笑的 OK 我们讲回来了 这种校园霸凌 我只能说一句结论 就是 有被揭发出来的 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更多更多 隐藏在黑暗之中的 你们不知道的 当事人不讲 加害人更加不讲 所以 这个事情甚至到 这些当事人 全部已经毕业了 甚至毕业了好多年 已经抱儿子抱孙了 都没有揭露仪式的 那种 我只能说现在你可以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案 然后后面还有更多还没有被揭发的 这种校园霸凌案件 讲到校园霸凌 其实只能够说 小孩子是很幼稚的 即使是到了中学 还是很多人有中二病 很多人是很幼稚的 像今天这个新闻的主角 也就听说是因为感情的纠纷 所谓的感情的纠纷 简单说一句就是 抢男人 OK 抢 某个帅哥之类的 大家都喜欢那个帅哥 凭什么那个帅哥对你比较好 之类的 这样的事情 我们 大人听起来是觉得非常的幼稚 但是小孩子的世界就是这样 OK 就是他们所斗争的目标 我们大人看回去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曾经也是过来人 但是 我们现在看回去 我们就觉得幼稚 所以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霸凌事件 OK 我们大人 觉得 不可能做 也不应该做 但是 小孩子就是会做的 OK 好 现在讲一下 这种霸凌事件 我刚才说的 现在呢 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的只是单一个 但是还有很多隐藏在黑暗之中 我们不知道 其实有带大家去解法 因为呢 你想下 如果你的孩子 是那一个受害者的话 然后 他在学校受到了霸凌 他回到家 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然后就这样一直被霸凌霸凌 到他毕业 然后呢 成为了他一世人的阴影 这种事情是时常发生的 我们身为家长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然后 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 我们也要想办法 去知道我们孩子 有没有类似 这样的事情 OK 所以我跟你讲了 像现在这种案例 他的 处理方式呢 其实也是蛮棘手的 你会发现到一个情况 无论怎样处理 都好像不对路 像现在这种东西已经 炸开锅了 已经通天的事情了 OK 去到校方那边 校方要怎样处理 是不是 就是那些打人的全部 叫家长来 卖一顿 然后呢 鸡一个大锅 之类的 啊 如果是这样来处理的话呢 可想而止了 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了 这几个 假害者呢 应该大概率的 会 用更加残忍的方式 对回这个 受害者 啊 这个人事场性 OK 所以 还是 这一个 受害者继续 隐忍 不要揭发这件事情 我说的是其他 不是这个 这个 已经通天了 没有揭发 不揭发的问题了 我是说那些 没有被揭发的 就是这个受害者 每天被霸凌 然后继续 在那边 隐忍 不作声 家长也不知道 校方更不知道 就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受害者呢 就要继续每天忍受这个霸凌 然后是无止境的那种 也不对 这个处理方式也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 你忍也不是 你不忍也不是 OK 其实by right 最正义的做法就是 所有涉及霸凌的 全部开除 赶出学校 这个其实是 最符合正义的做法 OK 因为呢 你完全断绝了之后的烦恼 就是 这个受害者呢 他依然还在学校里面 然后呢 欺负他的人全部被赶出学校 如此一来的话 这学校就再也没有人 欺负这个受害者了 所以你断绝了一切 之后的烦恼 但是 你又会迎来另外一个麻烦 就是 那几个被开除的学生的家长 一定会来跟你呱呱叫 你是校方 他一定会来跟你呱呱叫 说 我的孩子罪不自私 他会改过 我答应你 不再欺负他 这种答应多来的 我告诉你 我刚才前面我已经说了 当这个事情被揭发了 这些霸凌者呢 如果他只是被寄一个大锅 被父母叫来骂一顿罢了 他之后会用更加残忍的方式 对待这个受害者 只要他一天不被赶住学校了 都很难 会有一个总结的 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霸凌者赶住学校的话 这样我们就让这个受害者 转校好吗 但是这个是不符合正义的 有什么理由那个受害者 还要另外受到处罚 要转校呢 这个其实是不符合正义 我个人其实是不推崇这样的做法了 OK 所以讲到这里 大家会发现到我 左边也不是 右边也不是 我什么处理方式都不可以 的确是这样 的确这种问题呢 就是困难在这种地方 你无论怎样处理都不行 我觉得 比较 可能的做法 但是 你要看一下这些小孩子的行资 是否可以达到 我所讲的这种做法 就是 所有的 家长 包括学生 大家关在一个房间 坐下来 谈 真正的谈 谈判的谈 OK 用利益关系来谈的那种 现在 这件事情 你们这些的孩子 欺负我的孩子 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个了解 我现在 如果是让校方很严厉的 处罚这些霸凌者的孩子 等下你们的孩子 会加倍的奉还给我的孩子 然后整件事情没完没了 OK So 现在我们先把丑话说牵头 这件事情已经通骗了 然后 现在我们要谈 谈 怎样了结 这件事情 我知道 要把你们这些霸凌者 全部开除出去 你们是不敢言的 然后 我们现在就要谈 要谈怎样终结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到此为止 当然 你们的孩子固然要受到一些处罚 这是跑不去的 但是 不至于被赶出学校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 三口六面讲清楚 我们来谈 要怎样 才可以让这个事情到此为止 你们的孩子 不要再动我的孩子 你们父母也要跟你们的孩子谈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利益关系来交换都好 去谈出一个结果来 我们今天走出这个房间过后 就大家再也不要有瓜哥 你们的孩子不再欺负我的孩子 OK 所以我们要谈出来 一个结果 如果 违背的话 没有办法 你们全部 马上被 开除出去 而我的孩子也绝对不会隐忍 他如果 被 霸凌多一次的话 他一定会告诉我 然后我一定确保你们每一个孩子被赶出学校 现在我没有给你们死路 我给你们一条活路 大家要谈 谈出一条活路来 OK 我觉得 到最后 的解决方案 其实要 这样 但是 我刚才有个前提 就是 这些霸凌者的 他们的 智商 必须要达到 比较一个成熟的level 如果 连这样的 谈判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然后之后又孤胎父母的话 这样就没有办法了 OK 所以我这个说法可能有点理想主义啦 但是 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咯 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到 什么方法都行不通 就只剩下一个谈判的方法 其实我告诉你啦 在 这种事情啦 绝大多数人到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 受害者转向 但是我个人我是很不提倡这种做法 因为不正义 受害者 他是 受害的那个人凭什么 处罚要夹在他身上 OK 我是觉得 加害者跟受害者的家长真的是应该要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谈判的 谈判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让这些霸凌者很清楚的知道 他们 现在被给予一条活路 但是你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条活路 你们一旦有什么形差大错的话 你们的命运就是 开除 然后就没有活路了 然后 你们很了解 你们的利害关系 所以呢 你们不要再做霸凌的事情 OK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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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